阿泰是一名正直的警察 他嫉恶如丑,爱憎分明 在他的世界里非黑即白 可接下来的一场追捕行动 却彻底改变了他的认知 黑帮头目威达因为背负了16条人民 成为警方投号通缉目标 这天,阿泰的好友兼同事西蒙 从线人那里得知了 威达帮骨干成员的藏身之处 阿泰随即担任进行突袭行动 将嫌犯一窝端掉 但面对已经缴械投降的嫌犯 阿泰还是毫不灵情地将其击毙 事后清理现场时发现 第一个死者身上并没有武器 如果让领导知道了 肯定会追查问责 阿泰对于伪造现场很有经验 他让人把尸体抬到门口 接着用脚后的枪支 对着一名下属的胳膊和墙壁 各开了一枪 在确认死者不是左皮子后 把枪放到了死者的右手里 最后大家统一口径 是嫌犯先开火 他们才不得不开枪的 阿泰总是不留活口的办案方式 让局长很是不满 可阿泰却从不觉得 他杀死罪犯的做法有何不妥 如果都按流程办案的话 恐怕死的就是警察 而不是罪犯了 西蒙担心 自己的罪孽会奔养到儿子的身上 阿泰安慰西蒙 他们是正义执法 没有罪孽 但西蒙似乎愈发的心事重重 紧接着 警方又得到线报 知道了魏达的活动范围 阿泰为此进行了争密部署 决心要将魏达缉纳归案 然而 就在他们整装待发之时 魏达却主动走进警局 自首了 更奇怪的是 接下来 任凭如何审问 魏达就是一言不发 直到他与阿泰单独相处时 他主动开口说 要给阿泰讲一个故事 魏达出身穷苦 13年前 他在码头做苦力维持生计 有天 他听到帮派老大 正为手下无法将一批毒品 顺利用过检查站而大发脾气 魏达觉得 改变命运的机会来了 他和几个好朋友 来到检查站附近 从送货人手中抢下车子 然后故意在检查站门口撞坏车子 并叫来了拖车 与此同时 魏达的朋友 在检查站前发生争执 吸引警察的注意力 等到魏达坐着拖车通过时 警察也看是道路救援车 就直接放行了 就这样 魏达顺利把藏在车里的毒品 运过了检查站 魏达有胆有势 迅速上位 成为了帮派老大的得力助手 魏达还有个弟弟 两人相依为命 长兄为父 他常常教导弟弟小魏 好好学习 千万不要跟他一样混社会 而当地的要头 总是笼络孩子们为他们转运毒品 魏达知道后 严令禁止弟弟参与 可当他去外地办事的时候 小魏却出了事 这天 警察过来大搜查 药头问讯 快速把毒品分给孩子们进行转移 由于还剩下一包没人送 药头手下便拦住了 正要去上学的小魏 小魏谨记哥哥的话 不愿帮忙送货 但和小魏关系要好的小娜 为了挣钱 接下货放进了书包里 不料 小娜很快就被警察抓住 挨了一把掌 小魏健壮立马供出了药头的手下 最后导致药头损失了几万块的货 还得暂时停业 为了诚意警摆 药头的手下刺穿小魏的手掌 已是威吓 魏达讲到此处反问阿泰 从好人和坏人中选择很容易 但从道德层面上来讲 是该惩罚执行者 还是主使者 在阿泰看来 主使者是罪恶的源头 魏达和他所见略同 所以 魏达提着大铁锤 杀死了药头 为弟弟报仇 正在这时 魏达的律师带来了保释许可文件 警方不得不放走了魏达 但让阿泰没想到的是 魏达的律师竟是他的妻子 回家后 阿泰和妻子发生了争吵 他指责妻子没有正义感和道德感 竟然代理这个大罪犯的案子 为了家庭和睦 他希望妻子退出此案 可妻子也是受雇余人 并不想因此丢了工作 阿泰心中烦闷 打电话给好友西蒙 西蒙声称 有个叫小娜的女人有毒品的消息 他正在赶往电缆场与其见面 阿泰本想去帮忙 被西蒙拒绝了 魏达主动自首 又要求保释的行为 阿泰疑惑不解 他回想着魏达讲的故事 忽然激起 突击行动中 被击毙了一名嫌犯手上有疤痕 而那个叫小娜的女人 名字是如此熟悉 他推测 这名死者就是魏达的弟弟小威 魏达自首迷惑警察的目的 是想要找西蒙报仇 阿泰意识到西蒙有危险 急忙给西蒙打电话 几名匪徒和小娜的尸体 而西蒙头部中枪殉职 检验结果显示 是小娜手里想杀死的西蒙 好友遇害 让阿泰悲痛万分 他决心亲手避了魏达 为好友报仇 但由于魏达神出鬼没 行踪不定 阿泰就想到 利用律师妻子来寻找魏达的下落 他监听妻子手机得知 妻子要给魏达送一份保释文件 便带人悄悄跟在后面 中途 阿泰的妻子给一个号码 发了条无关紧要的短信 阿泰急忙让手下查找 对方号码的位置 但这时 妻子却掉头回去了 阿泰想起 刚才在路口等红灯时 曾有辆面包车 与妻子的车并排停着 他猜测 妻子已在那时 把文件交给了面包车司机 于是又迅速跟踪上了那辆面包车 可当面包车司机 走进出住宅区后 不见了踪影 阿泰决定来个引蛇出洞 命人挨家挨户搜查 果然 藏身于此的 威达收到消息 想要逃走 正好碰上了等候多时的阿泰 想到好友西蒙的死 阿泰怒火中烧 把威达狠揍了一顿 正当他准备一枪解决了威达时 来了很多围观的居民 阿泰便决定 把威达在岛无人的山林里 执行司法正义 而威达似乎对阿泰的情况 了如指掌 他知道 阿泰的父亲也是一名警察 在追捕罪犯时殉职 所以阿泰才会对罪犯心狠手辣 威达还知道 阿泰帮助那些罪犯的孩子上了学 可见 他是个重情义的人 于是 威达恳求 临死前能给阿泰讲完最后一个故事 事情发生在两年前 此时 小魏已长大成人 他用学到的知识 把哥哥给他的钱 投资到金融领域 在获得利润的同时 也帮哥哥把黑钱洗白了 帮派老大得知此事后 把500万现金交给威达帮忙洗钱 然而 等到第二天 钱和小娜都不见了 家中一片冷静 地上吼血迹 很明显 是有人抢走钱 并绑架了小娜 小威和小娜 轻眉竹马 感情深厚 得知此事 心急如焚 谁知 晚上他接到小娜的电话才知道 原来 小娜一时财迷心窍 伪造现场 协款潜逃了 但很快他就发现 他最在乎的不是钱 而是小威 这姑娘一通迷幻操作 让大家都很尴尬 虽然钱分文为少地回来了 但帮派老大 却让威达杀掉小娜 以警校友 威达是看着小娜和弟弟一起长大的 早把小娜当成了自己的亲人 所以 他悄悄把小娜和弟弟送到了梦买居住 而他也不可避免地 与帮派老大展开了一场恶战 威达讲到此处 趁阿泰不备 突然反击 钳制住了阿泰 然后表示 如果阿泰想知道西蒙的死因 就先去查查 小威是怎么死的 接着 威达找机会和阿泰妻子见了面 他找阿泰妻子做律师 是故意为之 因为他希望阿泰能帮他寻找一个答案 与此同时 阿泰捋了一遍 威达故事中的每个细节 而种种疑点也逐渐显现 首先 既然小威和小娜去了梦买 又为何会死在本地 阿泰查看小娜死亡现场的照片发现 小娜身上有被人扩大过的伤痕 接着 阿泰从小威的通话记录发现 小威是案发前一天才回到本地的 于是他推测 有人绑架了小娜 目的是把小威引过来 然后再借警方之手 连同威达一并除掉 由此看来 是幕后主使者 故意将小威的行踪透露给警方的 阿泰急忙去找 吐息行动前给他们报信的人 但他还是晚了一步 报信人已被灭口 阿泰追上行凶者 劈头盖脸扔了过去 对方欲提刀反击 却被一名警员从背后击毙 阿泰回家后 妻子转达威达的话 让阿泰去家阳排店 阿泰通过店老板接到了威达的电话 他告诉威达 向警察暴露小威行踪的人 是威达的手下 二胡 原来 阿泰从凶犯身上搜到一个钥匙牌 根据这个线索查到 二胡才是幕后主使 有人可能会问 这个二胡又是哪儿冒出来的 其实 在第一个故事中 二胡就出场了 就是那个要头的手下 虽然他伤害过小威 但威达本着 惩罚主使者的准则 干掉要头 放过了二胡 二胡接替要头的位置 归顺了威达 但这嘴娃子 嫌威达抽成太多 始终怀有异心 威达得知真相 把二胡抓到电缆厂 揍了个半死 阿泰赶到电缆厂后 通知队长带人过来 说他已经找到了 杀害西蒙的指使者 可威达却告诉了阿泰 一个不可思议的真相 其实是二胡 收免了行动组的西蒙等人 想借助警方之手 除掉威达 取而代之 阿泰不相信 好友西蒙会受贿行凶杀人 威达提醒他 西蒙的儿子得了病 要花很多钱治疗 光靠警察的薪水 是负担不起的 这时队长带人赶到 阿泰皇城为打跑掉了 接着他分析了整个案情经过 西蒙得知小娜被绑到了电缆厂 便赶来营救 结果被匪徒发现 双方交火 对方人多势众 小娜和西蒙先后重担身亡 虽然有证据显示 是小娜手里的枪杀死了西蒙 但伪造现场的人 忽视了一个细节 那就是 小娜是左撇子 所以不可能右手握枪 此时 阿泰也终于发觉 同是在经济上的不正常之处 一名警员为妹妹办了一场豪华婚礼 另一名警员全款买了一部 价格不菲的车子 甚至有人可以花20万去毒马 也就是说 除了阿泰 整个警队都不干净 队长等人受贿的事实 被揭穿后便直言 这些歹徒死有余辜 他们收钱办事 也算是在执行公务 原本计划很顺利的 西蒙却突然良心发现 跑过来想放走小娜 如果事情败露 大家都得坐牢 所以他们不得不杀死西蒙 阿泰得知这样的真相 无比分开 他一直以为 他是在为民除害 没想到 却成了警方雇佣的杀手 话已至此 双方气愤紧张 战斗一触即发 危险时刻 索性威达出现救了阿泰一命 两个开挂的通力合作 打杀了其他警员 给了他们一个改过自信的机会 但队长这个领头的主使者 不可原谅 接下来 阿泰还要做出一个选择 他是因为 威达救过他而网开一面呢 还是因为威达手上要16条人命 而杀了威达呢 拼死一战 还是江湖再见 我们不得而知 好了 本期就要记得 喜欢我的朋友 不要点赞关注 感谢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